猴妈妈有两个儿子 她对聪明的猴哥哥抱有很大的期望 让她学习动物们的各种本领 于是猴哥哥每天早早的起床练声 学雄鸡抱小的本领 又跟狗学武术 还练习跑步 虽然猴哥哥不喜欢所学的东西 但为了有个好前途 他仍然学得很努力 猴弟弟学什么都学不会 猴妈妈干脆放弃了对他的培养 猴弟弟喜欢攀爬跳跃 每天在树枝间蹦来跳去 玩得很投入 也很开心 几年后 动物界举办了一场动物本领大赛 猴哥哥跟熊鸡比抱小 跟猫比捕鼠 结果哪项都没取胜 而猴弟弟却获得了攀爬比赛的冠军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